有朋友说自己装了豆角了 想了解这个豆角怎么去科学浇水才能高产 实际上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豆角是一个浅根系作物就可以了 只要是浅根系作物就怕烙 所以说你浇水这个土壤的湿度很关键 保持见干见湿 最忌讳的就是大水满灌 大水满灌以后 然后你把土壤当中空气挤走以后 豆角的根系很容易快速腐烂 最终造成你豆角苗 豆角秧子死亡 所以说我们在豆角破土以后 一般情况下不干旱不建议浇水 在什么时候开始浇第一次水 就是你这个豆角将要开花的时候浇第一次水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 花期千万不要浇水 因为你花期浇水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落花落脚这种现象 所以说在花期之前浇一次水 在开花的时候土壤打到就是属于浆钢键湿那种情况 等这个花做成茧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浇水 可以顺便追一次平衡肥 不用太多 浇水的时候 尽可能用烹罐去浇 不要用慢罐的形式去浇 以后你每次浇水 就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 往前走 那就是花期保证不要浇水 接下来以后 然后豆角开始伸慢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是需要大量的养分 养分从土壤当中来 土壤如果干旱 养分是吸收不上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接下来以后 去浇一次水 等一个礼拜左右 这个时候基本上 上面一岁又开始开花了 快开花了 这时候你再浇一次水 通过这样一个循环的方式 去浇水施肥 这样的话你这个豆角啊 一个是不容易旺涨 再一个呢 产量还是非常高的 品质也能提升上去 这两年有些朋友啊 喜欢在阳台上去种点西瓜 但是很多时候种不成 或者是即便是接了 接来长个鸭蛋差不多 等于说是没接 有些朋友都问我 你看这个西瓜 我们在阳台上应该怎么去种 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应该是怎么去管理啊 我们就拿这个西瓜来收吧 和阳台差不多啊 因为我这个也是种在袋子里面的 有很多人是种在盆里的 然后栽了以后呢 首先是长麦 一般情况下 是留两个麦 一个是主麦 看见了没 这个是主麦 一直往上涨 另外呢 要留下一个侧麦 像这个就是侧麦 这个是侧麦 留两个麦 掉下来一个麦 这个掉下来是主麦 主麦 随后呢 它会进行开花 第一个雌花 不要去留 留什么呢 留第二个雌花 留第二个雌花 进行受粉 这样啊 就是对付这样的一个西瓜 看见了没 然后随着树粉成功以后呢 西瓜开始膨大 膨大很快 然后 继续往上生长 等这个 留瓜这个位置上面 查十片一段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六片 七片 八片 九片 十片 十片一段 留十片叶进行打头 就不让它有顶端生长优势了 把它头的打掉 打掉以后呢 它的养分 就会持续不断的 往这个西瓜上 开始供了 供养分了 讲完了 这个主慢留瓜 怎么去留以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侧慢 因为这个侧慢的生长速度 是没有主慢快的 没有主慢快的 所以说呢 它做瓜的时间呢 要比这个主慢 要晚 这个侧慢 也是可以留一个西瓜的 也可以留的 留着瓜的管理方法 和主慢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一颗西瓜 可以接两个瓜 接两个瓜 通过这样的方法 你在洋海上种这个西瓜 你就可以吃西瓜了 我看你撕的咋样 你看 它过来几会就要撕到这个 可以可以 就撕到这个地方 撕到这个地方 啊对 今天我们这个大棚里面开始 撕这个地膜了 对了 那个撕地膜的时候顺手把这草一把了 这地上的草 一把 对 撕地膜不好撕 撕地膜好撕 对 你得把这个当中那个地膜 你得要截掉 对当中的 截掉 都要截掉了 都不要了 都不要都不要 那赶紧找着裤子给撕不住了 可以啊 找着啊 对 都要截掉 找着一垫不住了 对 这个地膜楼垢里面可以放 但是那个这个这个楼面上那个地膜都要全部截掉了 就这不得了 就这样一窄 对 这就是可汗 对 主要是现在这个温度已经很高了 温度很高了 特别是我们这个暖棚种植的话 温度更高啊 高了以后呢 呃 你这个地膜覆盖以后 实际上会造成这个土壤的温度 呃 要那个提升 但是你把地膜扒掉以后 突然温度会下降了一两度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呃 为什么我们 这个时候 那个接地膜 但是不建议 按照我们这个方法来 是因为 现在这个番茄已经打顶了 结束了 啊 这个时候你把下面的地膜截掉以后 然后它这个杂草 也不会长出来了 这边长出来也会很小 因为再有一个月左右 这边番茄 基本上都要结束了 假如你那个番茄刚栽上 或者刚挂过 那个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想要从其他的办法去降温的 就不要轻易的去接这个地膜 呃 给大家聊一下关于小麦的干热风 呃 小麦干热风啊 它主要是就是在小麦的灌浆的中后期 呃 温度高 湿度低 然后加上风 而形成的 为什么它会给这个小麦造成危害呢 呃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那个湿度低 温度高以后呢 呃 加上风了以后 会加大这个小麦 它的蒸腾的作用 啊 也就是说蒸腾作用超过它极限值以后呢 到就造成这个小麦啊 迅速脱水 啊 然后啊 失去了这个小麦的光合作用 啊 最终导致小麦枯死啊 不是成熟的啊 是枯死的 这样的话 小麦的产量减产就厉害了 正常情况下 一场干热风下来 小麦减产百分之十啊 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呢 如果想去做好预防这个干热风的话 呃 首先在浇水这一块啊 呃 一般建议我们那个小麦灌浆水 呃 或者是那个埋黄水 呃 浇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浇水还有个风险 就是万一又下雨了 啊 然后或者起大风了 有可能会造成小麦倒浮 所以说你浇水情况下 你一定要看未来十天左右的天气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小麦 洋花的后期 灌浆期 啊 防病啊 加防干热风这个药剂使用 啊 建议啊 你可以用笔作明菌纸 配上本瓶加饭座 啊 啊 然后再加上云胎酥内止 云胎酥内止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提升作物这个抗击性能 啊 然后再加上呃 移从水加上啊 啊 五十到一百克尿素 啊 去喷湿 如果有牙虫的话 你可以把牙虫药也可以加进去 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啊 这个小麦干热风 过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邻居 今年种的春玉米啊 看见了没 整个玉米椰片 紫红色 像他这个玉米椰片 为什么会变成紫红色呢 实际上是主要是缺磷造成的 上次见他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玉米啊 缺磷 它怎么会缺磷呢 我这个底肥也没啥用啊 这个磷肥啊 不可能缺磷 那是低温的这个生理磷害造成的 就是低温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叶片 尤其是叶背面 包括叶脉 实际上他说对了一半啊 确实是因为低温造成的 但是是因为低温造成的 磷元素缺失 因为这个磷元素和氮和钾不一样 如果遇到低温以后 这个磷元素是不吸收的 不吸收以后 然后同时呢 这个玉米的根系的根间部位 生长也就不好了 所以它是一系列过程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缺磷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仅仅单单的认为是一个低温病害 那么你补救措施 有可能就方法不得当了 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喷湿这个磷酸而行甲 或者是喷湿那个锅磷酸钙溶液 就是头一天把锅磷酸钙泡到水里面 第二天呢 用这个液体把渣那个过滤掉 用那个液体去喷雾 然后会得到改善 特别是今年这个温度始终不正常 特别是我们有些地方 习惯种这个春玉米的 早春玉米的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不要接近因为是一个低温 实际上是因为低温造成的缺磷现象 所以喷雾的时候 用锅磷酸钙溶液 或者是那个磷酸而行甲 尽可能再配上云胎素内置 提升它的抗泥性 这样的配合 喷湿个两到三次 去尽可能降低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